哈喽大家好我是酷子 今天要介绍的模组叫做梗多世界 注意这里没有打错字 它真的叫梗多世界 那么究竟有哪些梗呢 想必这个奇怪的 奇怪的建模增加了 这还真就只有两层贴图呗 看起来是个没什么卵用的生物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大便发射器 它能够化宝石度为把拔 化把拔为武器 攻击力非常高 而且我们还能废物利用 化把拔为能量 オーリガイ 嗯真香 而且还能加半个宝石度 可惜它还有一个反位的debuff 要不然可就是循环利用了 啊爽 感觉身体被掏空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把上天剑 攻击生物就能将它们传统到白米高空 哎 今天的母猪又是上天的一天 这里有一把稿子叫做白给稿 不知道用它挖矿会白给什么呢 怎么什么都没掉 还真就白给呗 还有个方块叫做世界再见 介绍上说需要用红石拉杆启动 不知道能够炸掉多少方块 哦游戏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卡顿 等会儿情况好像有些不对 这玩意儿不会是要让我和我的电脑再见了吧 让游戏直接崩溃也太强了吧 好的我确实是跟上一个世界说再见了 现在我重新建了个地图 这个台观的专业团队是不是很熟悉 可惜我不能放原版视频 哦呦真不愧是专业的 台观速度还挺快 接下来该介绍什么呢 要不问一下神奇的海螺 再见 这里有个卖核弹的小女孩 不知道核弹多少钱一个 这也没有核弹啊 算了我们还是来看看这个Excalibon吧 传说中的时钟剑 需要一百几才能拔起来 哦我取起来了 听说她砍一刀要消耗二十级 让我来试一下 起立 逃脑卖核弹的女孩成功去见她的奶奶了 再来一剑 Excalibon 哇这后座里也太得近了吧 等等 我不会游泳的 救命 这里有一个主角光环 传说中只要拥有它 就能像动漫主角那样大难不死 让我来试它一试 我不做人了 爬得那么实践差不多了 本期的莫德就接下来到这里 我是库子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